本片示範如何在Aquamap中建立航线 选资讯 使用者资料 航线 新建 有两种建立航线的方式 我们先介绍使用海图的路线 先设定起点 然后是转向点 最后选完成来设定终点 选查看来开始导航 重新命名航线或编辑转向点 第二种方法 使用航点列表的航线 和方法一的差别在 转向点是从已建立的航点中选择 将选取框移动到想使用的航点后 选择新增转向点 依据想要的航线方向 照顺序选取航点 选完成 这里可以做最后的修改 再选完成 航线已建立 您一样可以编辑刚才建立的航线 谢谢收看